今天我们用3D打印完成了一个拐臂 这个拐臂用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我们要更高的密度 因为它需要一个强度 然后我们的打印料也要用的更多 然后每一层厚度也会降低一些 然后精度就提高了很多 这个表面都可以看得出光节度比上一个打印的要好得多 然后今天我们就可以继续来安装这个机械笔了 工作量有一点大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然后我要找一些螺丝来把它的这个牙弓一下 然后我要先装上电机 我先装电机吧 这一套呢 我打算用一个用4个轴 因为这个电机的控制呢 我有4个的这个驱动 我先装电机的控制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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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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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